年假结束 不过台湾各地的灯会仍然热闹非凡 陶渊市政府除了在卢竹西畔 有相当精彩的水龙共舞的主灯会外 这个周末也将举办灯米晚会 今年推出的龙年小提灯 精巧漂亮而且相当环保 这些年节气氛还在 民众可以带小朋友提灯龙赏灯会 欢度元宵节 从大气球中现身 陶渊市长朱家明 提着超炫福气龙小提灯亮相 预告今年元宵灯会活动 我们那天会花三千个至五千个的小提灯 我们的小提灯很巧妙 飞龙很漂亮 龙年元宵灯会 小提灯龙成了小朋友的最爱 今年的提灯除了设计精巧 而且还相当环保 早期我们对短厚电池是水银电池的概念 可是为了要能够争取这片土地 我们不惜种枝 因为用的是五拱电池 是完全检验不出重金属的电池 五拱电池还有纸板材料 彩色油墨也是使用无污染大豆油墨 不怕小提灯丢气候污染环境 桃圆灯会今年首度仪式南北西畔 配合龙民到来 主灯15公尺的卢绿龙就设计在溪水上 加上绚与的水舞的烟火 就像神龙出水一样 象征龙年一飞中天 今天我们的电视 服务下午女容 会玩桃圆的频道 今天我们有点准备 小心